首先來看就是有鑑察國安出國 口測說現在有情記錄 說為了要提升國內既定的競爭 說有三個鑑察委員去上海的紅球 跟這個普通的既定在口測 但是有怎麼讓這個立委在這期 是怎麼要口測比國內的 拜明還比較壞的這些既定的 批評說這是不是真的去口測 還是要去入郵 為了提升國內的既定競爭 三位鑑威丹英雄 是要讓國內的機場跟這些排名在後的機場來比爛 成立一個小組就可以去考察 那這樣子其實是侵犯行政權 他用的名義是國內機場的考察的話 那就只能去我們中華民國台灣的機場 我想這個其實不是 我想這個是名稱方面的問題 我想這個部分先試涉到我們國家的主權 為了提出報告這邊 這次去口測的國際機場 競爭的不是國際機場 那般國際沒有五次 而且上海風橋和普通機場 更近後的規模更大 機場這間的交通也更方便 但是在臺灣核心 第一次履歸國一生 接人推翻兩個萬個 希望外界沒有過多的連勝 去! 最終的了 解放